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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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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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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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维这个小伙子应该是一个战力打击不错的选手 当然很全面了 你看首先从短裤来说是一个著名的泰国泰拳品牌 做的一个延伸的一个MMA的一个短裤 包括他整个的打法 他的战力基础是很不错的 所以现在从目前来说 他是还是逼着对方打 对 再往前压 压的 但是压边压还要打 你不能老于压不动手 不动手不动腿不行的 打这样才有你的优势体现 你看我们现在看 谢维更多还是占据在龙子的中央 而相对来说杰森就靠着龙臂就不要劲了 对 这就说明谁主动或者谁更往后退 这就是两人很明显的一个态势 对 所以这种搏地项目 你就是老追的 对方你老退的 那个退的肯定从气氛上来说 都胜不过的对方 是的 所以你就是不管是退的也好追的也好 你追的人不打不行 退的人也要打 这样的话就反击 对了你看这个腿 不错哦 这个杰森你看在不停地往后退 不停地往后退的时候 对对 找到合适的机会忽然出非常冷的这一角 一下突然就变腿 这也是一种战术意图 对对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就打你一个防不胜防的那种特点 对 并且他单击打得挺准的 对 所以从目前来说呢 这个对我们那个谢维呢 这还要加强一些杀伤力 打了他对方不敢反击 这个杰森呢 看来也是一个挺有经验的一名 他就一般不出手 谢维刚刚是做了一台 双飞动作 就是看得出来还是很松弛啊 对 谢维相对来说 比前场出场这两个选手啊 就看得出来就松弛多了 对对对 从这个心理上来说 好像他还是比较更加沉着冷静一点 这个杰森呢 现在看来他也会考虑 第一个是不是体力也有一定局限性 他不敢过分量的体力 对 对老师一种打反击 我觉得谢维啊 现在第一回合像刚刚朱老师您说的 往前压的是有了 对 打击还不够 打击不够 或许他就是想把打击 搁在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嗯 所以啊 他双方啊 现在就是看看 谁到底有什么优点 现在还是属于不敢 不敢传立一副 这个接 打击不敢传立一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杰森还是打心理战啊 小心啊 杰森很聪明啊 刚刚这几个反击抓得不错 他抓住你一个 给你一个假象 没事没事没事你再来 但是当中他自己找着准备了 所以我们这个行为不能上个档 从杰森来说这个打出来 虽然他打得少 但是打了一个这个力度也好 打的准确度也还是有他的特长 对 他不停在往后退 并且他其实有进攻的能力 所以当他往后退的时候 一定有他退的目的 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体力的问题 他的体力可能是一感觉到要三局打下来 他要保持到后面的体力 所以他不敢猛冲猛打 但是他也要在寻找机会 打一种尽量打着一个效果更好的招法 现在 谢维现在 对 这连招啊 你不能一下一下地打一下一下打 这个对方都不害怕你的 这个杰森啊 也太谨慎了 但其实你看 他进攻的动作 进攻的质量都很高的 对 他这比较谨慎呢 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个呢 他有他的顾虑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可能从体力消耗上是要有点保守 现在这个 这个谢维呢 想办法要摔倒对他 但是他对方靠着这个维折 维啊 抱的一个单腿 对 摔倒 小心啊 对方要做一个肩关节的锁 小心 小心 要 转出来 转出来 没了 没了 没事 还是有 非常 不要紧 不要紧 这个 这个横过来 把针区把它横过来 就打他这个后背 对 打他后背 这个时候千万不用掉以轻心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杰森的地面能力到底怎样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吓人的 因为在场上电光火势之间 从杰森这个角度 就抱住这个 他因为这样抱住一个胳膊 是不太容易拿死的 除非你反过来 对 你这样的话 他就把他抱住最多 杰森不能打你 最多是这个 但是想拿死是很难的 对 用膝盖也可以 对 好 开了 这扣开了 对 所以呢 现在可以 杰森可以用一些胳膊 走光 压住他的那个头部 对 这样的话再争出来 当然杰森现在是努力 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 对 双腿式大扣 这样呢相对来说 谢维的运动空间又比较少 对 现在这个杰森呢 杰森呢 现在地面战术也不是他的侧场 好 由南北转起来 快起来 看来我们看来这个杰森呢 他地面战术不是特长 所以他也没办法把那个杰森拿住 对 所以现在杰森呢 从地面也好 战力都还不错 但是呢 但是呢 要不能不打了 你现在 这个杰森那种拳手 属于那种场上比较爱表现的 对 但是从杰森这角度 还是有一种 很老道的这么一个特点 他不轻易地出手 但是这种要碰到一个猛冲猛打的话 他就没辙了 对 他体力可能不行了 所以现在这个对谢维要发挥你这个体力好了 对 谢维这个小伙子虽然也是在往前压 但也是比较谨慎 没错 小心翼翼的 打他 打呀 你别来 对 有时候别管他 他耍他 对 他耍他的 你让他耍的 对 你就管他耍的干嘛呢 你要反击的时间 要没抓住 你他打你 你老是在后退不行 对 打 对 好 这还是 还有十秒 你还不打 还在跳 你给我过去了 没用了 对 好 跳就打了 好 好 好 i know you 第三局开始了 现在对谢维勒说 第一个不能再保守了 一定就强打强攻 他的教练 刘建文提醒的 一定要压进去 狠打 因为他现在这个 这个杰森呢 他用重拳重腿 想杀伤力来对付 那么对这个谢维勒呢 要猛打 提高这个进攻有效的频率 这样的话 这以气势压倒他才行了 不能老的不打不行 对 好的 这追着打 这个其实这个杰森啊 确实是一个经验很丰富 你看啊 他知道谢维勒 才压打拳的时候 很顺利的从自己的左侧 就转出来了 对对对对 很聪明 所以他散躲的能力很强 对 一个散躲能力 对聚集的控制啊 对 特别有感觉 第二个对过攻防啊 特别是这个防守的 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他一般来说的防得好 对了 不要放弄 对了 对了 对啊 这个时候就没 没再起腿 对啊 键 键 稍微还是要继续打 对 你老的他打 不要吃上回合 不要管这个 没有 对方爱怎样怎样 你打你的 这一些有的选手啊 会利用这个 其实要一些个体力的恢复 所以现在这个 有一定的规则是 可以允许一定的调整 他累了 对了 这个教练都知道了 这个杰森啊 这个体力已经不行了 你线维不抓住这个机会 来打就不行 对线维一定要立体输出啊 有拳有腿 不要只是打拳 不要只是打腿 都要有立体式的 对了 中段也不错 对往前进往前进 继续往前进 连续打连续打 对再打呀 有腿再加上拳呢 不能光是一锤子买卖不行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拳都跟上来 好的 起来 hustle 压住他 对了 对了 压到上面 有两 przeci南北的位置这是 对 对 对 他要做一个战力断头台 他手还是没有完全进去 没有完全两个手进不去 他要一个手很难的 对 这一阵子的话 谢维还是有点优势 所以呢 在这个下方的放松再打了 没多长时间了 别再等了 他老是靠在这个边上 你不追他打不行了 这个谢维鸡不可食食不再来呀 哎呀 哎呀 这个打呀 他对方的体力很 很不行了 你这个谢维还不打对 哎这后手有 你看就没有 但还应该继续打 为什么自己撤出来呢 没有连招 你就打了一下 你就撤出来 你看看 打完一招就撤出来 打完一招就撤出来 这是在这种搏击对抗项目 起膝盖 起膝盖 对了 现在打后排 打后排 现在打后排 现在打后排 嗯 谢维还是在训练上啊 有一些个短板 就在打连续输出 力量输出的时候啊 你看看 他还撤出主动 自己撤出来了 撤出来 这是给人家创造的一种 调整的机会了 没多长时间了 哎呦 这 对了 打拳了 继续 继续做 哎呀 就招单招 就这种单招 你这种不行 对 现在 现在这个 对于 杰森呢 也有 只有 只有招架之功了 所以你就不抓住时间 打 打 哎呀 这个 这个运动员这个 脑子就很重要 到了什么时候 用什么战术 这个打 看着对方是什么特点 对 对 你看 那反击又没有 对 就是 那现在我发现 现在这个 对方的反应啊 现在明显的 已经变化了好多 对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对方只要招架之功 没要还手之力的 你还不连击 对 你还在一定要连击 起膝盖 哎呀 对了 哎 这 这这这种这个性微 一定要动脑子打了 这个连招 你的体力比他好 你的招法 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你要退出来 哇 这个 这这这一点来说 这个 你看 你看 不行了 哎 哎 这个 这个最不好 不需要不欢迎这种战型 再次 这边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边 是 打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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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获得过塔吉克斯坦的拳击冠军以及WEF赛事的金腰带 挑战者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萨玛多夫 红封群群群群手年龄27身高1米82 曾经的战绩是23战19胜 三次KO对手一次相扶对手 他都一个手套 剩下就是一个护装 所以运动员都要求很高的抗击打能力 很强的攻击力才行 现在从目前来说 红方这个来说也是在步步紧逼追着打 好的 蓝方这个边腿打的还是很有响声 对 有一定的效果 又是来一个 对 但是现在红方还没摸准你这个边腿有规律 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防守 也没防住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腿也是要非常抗击打的 要不大腿就红一块紫一块的 好 这个红方选手挨了这两脚之后越发谨慎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蓝方的运动员呢 我看从目前 从看来体型好像略偏小一点 是 所以但是呢这个打的力度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边腿 所以现在这个运动员第一局都是在试探性的 谁也不敢猛冲锋打 好 这个后登 这个后踹腿 这个后踹腿打的不太准确 也很难掌握得很准确的距离 现在这个看来我们的蓝方啊 现在也是在寻找机会 就想打出重拳重腿 他不太轻易地出手 对 我现在在 我是在观察红方选手啊 现在还是一直没有做太多的动作 对对对 他在 他在布置什么 肯定是有想法嘛 对 他在进步 但是老是追 对 追老不打不行 所以那个现在蓝方呢 存找机会就反击 嗯 那么红方呢 那个你不打主动抢攻你的反击啊 现在双方运动员都是打一招你就停 我打你一招你也停 他打我一招也就撤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不是非常激烈和精彩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不是非常激烈和精彩 还是啊 这红方选手拿前手在量啊 对 这量完之后自己撤出去了 撤出了 又不打啊 所以到这定程度以后 这个裁判都可以指挥打 你看这个就没敢放开打 就刺态性的打 打出没力度 这一局可能就大家就这种拼复 担担担的球 哎 好的 好 摔倒了 但是这个蓝方啊 这个个子比较小 他要想摔大个也是挺费劲的 哎 这蓝方还是不错的 看来这个 对 红方担手 交劲也不错啊 对 交劲也不错 虽然现在最后是被拿倒了 但交劲是有的 嗯 刚刚是想做一个断头台 但是手进不去 对 但是这个蓝方个子虽小 但是把他给抱 把这个红方给抱住也不容易啊 对 而且中间是几个变劲 对啊 他做成这个摔法 对 要起来了 看来双方都没有在地面 那个个子的优势了 所以就要重新站起来 哎 这个拳还是很重 哎 两人都有重拳啊 对对对 这个看来我 两人刚刚互相都有命中啊 对 所以对红方来说 一定要慎重 要打出力量来 对 多踹腿 多练主要冲拳 你后手拳没怎么发挥作用啊 对 对 我们看啊 这个 红方选手啊 现在这个鼻血是流了出来 嗯 刚刚两人在互相中拳的时候啊 有拳打在鼻子上了 对 哎 哎 这个漂亮 对 躲过这一拳直接爆摔 对 对手呢是要做一个盗方台的圈镜 但是他很聪明 对 已经转到侧位了 对对对 这样这个盗方台就没有意义了 对 很聪明啊 这是非常聪明 对 这个盗方台是没有位置不对 哎呦 但是我们看到这红方选手流血非常多啊 哦 哦 可能刚刚这换拳的时候啊 哦 这个流血很严重 还有大的鸡苗 哎 齐胜 地面垂直 第二局马上开打了 哦 希望这个红方选手 他这个 伤情啊 不要影响他后边的发挥 对 他那鼻子看他止血 也可能有 效果还是不错 指的不错 是 对 现在一般的鼻血问题都不大 哎 现在这队又摔了 现在看来这个 看看谁有摔的优势了 在地面呢 你看啊 刚刚在分开那一瞬间啊 又一拳 这个蓝方角又是给一拳 对 所以他打那个反击法子打得很好 对我们红方来说呢 一定要注意这球 你撤手了 或者撒手了 或者推开了 一定要注意防 不能不防 哦 还是在留血啊 还是在流 如果一个选手 因为这个流血的缘故 没法继续比赛 就特别遗憾 对 所以有时候有的运动员呢 这个鼻子 它有先天性的 特别容易流鼻血 特别是鼻子高高的这个 对 这样的运动员 对 对 它的一下子容易容易出现毛口破裂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红方选手 现在在呼吸的时候啊 的声音 对 哎 现在红方这还要打 哎 又猛打出你的力度来 对 打出你的杀伤力才行 哎 现在对 对 对 瞄准 对 打准他 没错 哎 还是压得不够紧 对 因为对方还是能够左右的运动 对 对 对 看来这个距离啊 这个对红方来说 老这个步伐移动太太慢了一点 老是够拳 打够拳的话 你的拳的力量就不大了 哎 要运用这个腿的支撑力 反重用力 这样的这个打到你的拳上 现在目前来说蓝方这个 这一局打的他有点保守 他可能要调人体力 对 蓝方反而是保守了 对 其实蓝方选手应该利用对方这个伤情啊 对对对 因为体育比赛嘛 其实跟真实的打架还不完全一样 没错没错 有时候其实打到裁判接入也是一种比赛 对 也是一种比赛策略 所以叫功严之短嘛 对 阳武之长功严之短嘛 对 所以这个对这次一种战术 他不是从那个其他方面去说的 对 嗯 这个 这个 这红方快 哎 这个叫不能 不能这个 让这个战术打得很萧条 你在那里有大个高个的特点 你不发挥这种力量重 体力大的这个优势的话 你就你就相对来说有点吃亏了 哎对 因为这个时候这红方选手本身啊 自己这个流血他自己是知道的 对 就是自己其实对于拼拳这个距离啊 对 因为心里头啊有压力 所以距离啊 也不好转 对 抱摔抱胆腿 不错 所以所以现在对这个摔法应该说红方有优势 对 哎 体重要大力量要足 哎 但是呢你要想办法要把他对方拿住才行 你拿不住你抱着有什么用啊 是吧 现在想办法要拿住 哎 要拿不住 所以这 对 这相对来说也是一种遗憾 你看 踢啊 你用腿踢他了 对 打了小腿啊 横过来打呀 边腿 退腿 看没辙 你看这 想过来腿比较难 好 好 抽腿往后拉 哎 拽开侧位进去 这个对躺着这个也没招 对 两人是个南北的位置 对 这个想办法想办法 因为那个 这个 对 要问鸿王这个力量大的 应该是抓住你的优势 哎呀 这个这样你抓抓他大腿干嘛呀 你赶快想办法抓他的进步头部啊 哎 对了 想找头出来 这抓大腿有什么用啊 哎 这个看来啊 看来我们这个 地面战术还是有点缺陷 对 这样打还超过 起码还要有优势 这个效果不特别明显 嗯 对 对 对 你锁不住大腿的 你这样这样 你那个 对手啊做的这种 防守动作 无归式的呀 非常严 对 你这样的内部呢 虽然有一定打击空间 但是钻得比较深 没错 你这个发力 打上太伤害力也不大 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相对来说 你在上面有点优势 哎这样 老师这样打呢 也应该说是 你还占有优势 快 还有十秒钟 哎 十秒钟 这一个地面战术 应该说红防还是有优势的 对 走 好 好 第三局 开打 对 第三局了 看看各自有没有战术变化了 第二局和第三局中间 其实休息的时间不止一分钟 是有的时候比赛打到后半段啊 因为有时候雷台上的水啊 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这些裁判要更多的工作 哎呀擦干净了 雷台啊 等等 对 现在这个红防啊 发挥你的特长 一个体重大 第二个呢 有摔跤的技术 对 把对方压住了 对 这个这样的话对蓝方来说 他这次比较被动的 啊 抽头出来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蓝方是没有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击尽力了 对 而且被挤在 挤得很紧 连续砸击 连续砸击 对 所以现在呢 说蓝方是 现在想办法的 挣脱这个 这种被动的局面 而红防呢 一定要控制他 不要让他挣脱 这个红防的交劲不错啊 这个打法是对的 对 对 刚刚想有点移动呢 他就立即跟上去 把重心给压过去 对 所以红防这个战术 这一局打得还是不错的 一下子就开始给他了 打地面战术 地面战术 对 对 这个黑方来说 他这个没有 很难反抗起来 充气量也就是这种能抗得住 抗得住他打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其他伤害的话 就不至于拍手去 这个服服帖帖了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 萨瓦豆腐的体能啊 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 当然一本人体能弱 第二是本力又小 没错 所以呢想从这个位置上 起身啊比较难 对 对 所以现在呢这个红防呢 用 想用洗法来攻击他的腹 腹部去干 所以这个应该说 对 对蓝防还是很费劲 也很难受的 这种这种啊 这个没有招架之功了 这个萨瓦豆腐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太被动了 太被动了 他只能等 等结束了 要有脱离的 要脱离出去 这个就有点被动了 哦 泡毛筋了 泡毛筋了 认输了 认输了 哎 你别再打了 别想打什么 你 你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在第三回合2分33秒时 红防选手TKO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 烟谈信达实业总公司董事长余聪斌以及烟谈 载家名车董事长许茂为获胜者颁奖 再次把我们的掌声大喊声送给我们的民族战斗英雄 载家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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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 前着 再次 第四 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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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